今天我包床啊 就不是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是他们的海鲜问题 走了今天是第三天出海 出完海我跟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三天的费用 来我们是来来来 来老险某那里又有限公司来 你又打广告你给我打电话了吗 真的是 今天我包床啊 没有人吗 没有 你一个人 又我一个人 我可以换个船吗 有些人 去那个爬山的哦 哦爬山的呀 我去完了 海边长大的真的厉害 刚才我下去潜水的时候 你看他们立马逮了一只龙虾 这边旁边岛上有很多的酒店 哇那边看着很漂亮啊 咱们下次来带朋友一起来玩好吧 哈哈 啊现在要在这里潜水了这是第二潜我今天就潜两钱他问我要三钱吗我说三钱不要了自己一个人对吧 两钱妹妹的钱完得了 还要坐飞机呢 累了 这老天爷也够心疼我的 这老天爷也够心疼我的 出海三天 两天风和日丽 第三天把我淋着回来了 好在还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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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呢有一个太平华人开的咖啡厅 我的那个酒店没办法续了啊 我就 就重新定了一个没想到这个位置还蛮好的 这个酒店一晚上是 三百亿人民币 比我住的那个地方稍微贵一点 因为位置好吗 开着还行对吧 然后这边先摸那的酒店有个好处啊 我给你们看一看 就是这个插头他有那种 就是国内的这种接口 不需要我再去买那个转换插头 当然我也背了啊 像其他像雅比的话就没有 真的要背这个转换插头的啊 我先洗洗 风声都是海水味太咸了 哇塞 太出来了 我的天哪你没忙了是吧 又打广告 又打广告 太 行了 我刚刚从酒店里面出来 刚刚我 你好 刚刚我从酒店出来 我的天哪 我先等一下 坐下再说吧 我都饿死了 我的河粉 哎 您会说中文吗 我有一个炒河粉 嗯 对对对 不好意思啊 终于上来了 潜水是真好体力 我都快饿疯了 哎呀天气晴开了我也吃饱了 另外我再说一下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我们在那个胖妈海鲜吃完 之后今天早上我四点半就开始拉肚子一直到八点半我要出海了特别难受 那我刚开始以为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肠胃有问题 最后我问了一下另外两个朋友 他们也是一样的 那就不是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是他们的海鲜问题 希望他们家能多改进吧好吧 然后等会我再跟大家说另外两件事情 我先去做个按摩 哦我才知道这边有个酒吧 就在这个 这个刚才吃饭的附近 然后这里应该有个按摩我去 看一看对吧 就在这个旁边酒吧往里走就是啊 然后我看了一下一个小时在75码壁 85码壁 看你选择按什么了 如果是脚底的话一个小时就是50码壁 我选择一个一个小时按头部肩部和 哎不对 我问我可以不可以选择 按了一个头肩背脚 太爽了75 我们到这边酒吧来看一看一杯酒 多少钱 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这边的旅游心得啊 简单分享一下嘛对吧 真的是夕阳无限好啊 OK How much please 这一杯啤酒是15块2 折合人币也就是17 8块钱 我就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我这三天总计的花费好吧 总共花了1320码壁 其中呢A线路花了220码壁 也是包含午餐有福钱 那B呢是370码壁一天 包含深浅 一日三浅 另外再加180码壁的 GoPro的租赁费用 那C线路也是一模一样的费用 所以就是1320 但是如果 你们没有潜水阵的话 那就是120码壁 B和C线路啊 好了那我们说到潜水阵 如果你没有潜水阵的话 我建议 你们就选择A B这两条线路就OK了 因为海岛也比较漂亮 然后呢 也有福钱 尤其是A线路有爬山的 如果你不喜欢爬山 选B就OK了 C呢除非是你有这个潜水阵 当然说到潜水阵的话 如果你有 你只有OW的话 我个人建议你们直接选择B 如果有AOW可以 考虑选择去C或者说花费更高的费用去18单 那边听说是1300码壁一个人啊可以去出海 至于怎么样我还没去 咱也不是没有AOW 没有AOW吗 下次就再考虑吧 另外一个啊就是酒店的问题就比如说像我附近这个我给你们看一看啊 就是靠近于村这里的这里些船屋啊 呃就个人不太建议去 去住 像我这次住的这个Gris Hotel 包括我前几天住的那个Green World Hotel 那个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呃反正总之的话我觉得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的费用会更合适一些 因为自己的话 其实说我在家一个人我也是吃这么多钱 我也是住一样的酒店 我也是 对吧可能就是花费一个钱 钱店的一个费用 呃 人多也比较热闹 反正建议大家来的时候尽量走团来好吧 然后该注意的问题也注意啊 订酒店 千万不要被这些外表骗了 呃 考怕来是值得去一下 或者说我们出去那些岛上可以值得住个一晚上 不要多了好吧 那这就是我这三天的一个先生跟大家一个share 好不好 啊要回去 冰城过年咯 我们今天晚上就稍微小酌一杯 明天回豆湖 走了 现在我们出发去豆湖了 还在豆湖能够逗留一下吃一个 海鲜肉骨茶 然后从仙本纳的这场去豆湖机场 大家一定要提前提前去啊 越早越好 然后呢因为我这边是提前了一天就等于是我今天晚上还要在豆湖过一夜 我怕以防万一现在这个机票会 会耽误或者说是在路上会耽误啊 刚才我打了一辆车都已经被取消了 因为有些司机他不去那个豆湖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我也想说一下就是 先本纳这边的乞讨也确实挺多的尤其是小孩子 然后我这两天吃饭也跟本地的华人聊了一下他们说最好不要给钱啊 顶多就是买个吃的因为这边很多小孩子拿了钱之后会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反正就大概这么听了一下大家也注意啊 这是 斗湖这个区域呢 我也不太清楚 然后我昨天去到斗湖的城镇里面逛了一下还挺热闹的 斗湖这边 我看吃的也蛮多 但是呢 我感觉我一下的潜水 把我的精力给耗完了 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动力了 没有动力拍 还没有动力吃 我就在这边坐下来喝了个咖啡然后休息休息一下 今天回去 要过年咯 给大家看看我的机票啊我的机票呢从斗湖到槟城是非吉伦坡转的现在吃飞根本买不到我都是提前好久买的 我这一张机票是1400多人民币 差不多是900多马币左右吧 然后呢这一次机票我估计花了一下大概有 1500 大概是3000人民币左右的机票 这两天脸色很差 然后一直在脱皮都快脱颅皮了那种 就是怪我太自信了 以前出门我都从来不擦防晒 但是没想到这一次 这边整片的开始脱皮 赶紧用我的那个 面膜去敷了一下 还好咱底子好啊 敷了两晚上基本上就消了 没用了 没在脱皮了 另外是这样因为这一次来先本纳的话其实 时间也比较久但是我主要是不想玩特别累就在海边晃悠了 如果有机会我可能还会再去趟山打根 然后豆腐也再去好好走一走不一定来到豆腐就要去先本纳 我 刚才也说了在这里面也去看了看也是有很多华人的痕迹那包括山打根啊 这边附近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去走一走 我也有看到很多的观众给我留言说哎 麦克斯你要不要来了来一来山打根 没办法因为我们要回春节去过年 所以这次就先这样吧好吧 马来西亚真的很大 尤其是东马这一块 很多地方值得去走一走 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想多停留一下 尤其事实上是要古近离开之后很舍不得那到了每一个地方也是发现 啊时间不够用 总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没有办法了对吧 那我们就先回槟城了 然后回到槟城我的片子基本上会实时更新什么意思就是说 大年三十 所发生的事情我只要回到家里面做我立马就抛上去了 不会说积攒很多的素材留着以后去发 也让其他海外的地方观众跟我们一起实时的感受一下 槟城华人甚至马来西亚华人过年的氛围好不好 看到这里记得关注订阅点赞 谢谢我是麦克斯